如果一个新的包型火起来了 或者是爱马仕的一个新的颜色火起来了 这可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桥段 所以见怪不怪啊 但是呢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火出圈的搭配 就是皮革部分是黑色 五金部分用银色 黑银搭配居然能火出圈 我觉得这真的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状况 大家可能也能感觉得到 不管是什么包型 只要它是黑银的 就要比其他的颜色搭配贵上一些 今天来到视频当中呢 是一只薄金三菱黑银透口皮啊 这个包来了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伴随一些故事的 每一个二手包应该说都会有 它不同的问题 有些问题小一点 有一些问题呢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那关于它呢 我只能说它的故事应该说很多 我们先说一下它目前的整体的呈现 它的附件呢 有它的钥匙所 以及有大的防尘袋 这是附件情况 整个包看起来呢 也没有什么颜色的缺失 边游也都相对完好 缝线很完好了 没有看到有断线或者是快要断线的情况 五金部分呢 旋钮后面的这块长方形的膜还在 那其他部分就没有它的原始的贴膜了 底钉目前看到还是有四个贴膜的 那这四个贴膜呢 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我对它的一些看法 它的优点还有什么呢 对于我一个对包型有洁癖的人 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 包型非常好 龙骨非常健康 没有折叠的情况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变形 存储不当给它导致的一些问题 手柄的部分看起来毛孔也清晰 然后黑色也黑得很纯粹 除此之外 我们在判断一只包它的新旧程度的时候 也会参考它包身的雾面变亮面的过程 它的包身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一个比较呈现雾面的状况 好像没有哪里感觉用的油亮 或者经常摩擦它导致它 与其他地方的亮度不太一样 包括内里底部的状况 显示出它的使用也是比较有限的 这是R-C 2014年的一只包包 到现在为止 整体的呈现放在眼前的时候 会觉得成色应该平定是在95成新以上 甚至到97成新这样的一个成色 所以如果仅论呈现的话 还是比较新的 那为什么我会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呢 首先在它的五金刻字的鉴定过程中 会发现和其他的同年份的 或者接近年份的不太一样 并不是说它的真假有问题 而是因为在刻字的时候 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 五金的刻字在刻下去的时候 不光是对它有一个向下的凹槽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同时也会把里面的金属向外延一些 因为金属有一定的延展性 我们刻下去的同时 其实这个字体的边缘也会有一些锋利的地方会出来 因为比较小 所以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 但是如果用放大镜看它的话 会看到它的出来的部分已经被打磨掉了 下去的部分是正常的 出来的部分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再看这个搭扣的位置 另外一个搭扣看起来还好 那这个搭扣的位置呢 它的边缘一摩擦到的地方 居然已经出现了镀层的脱落 像这样镀层的脱落呢 一般来说都是会在经常频繁重度使用的包袋上会出现的 为什么这么新的一个包袋也会有这种镀层脱落的情况 如果不是爱马仕的品控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从它五金的呈现来找找原因 结合刚才说到的 刻字的向外延的这部分没有了 所以呢 猜测它的五金在之前其实有过抛光 在抛光过程中导致它的银色的镀层变薄 那这样变薄之后呢 使用过程中就很容易留下像这样镀层脱落 然后显示出里面黄铜颜色的状况 另外呢 刚才说底钉的膜还在啊 如果是原始的膜的话 正常使用到它的五金已经有镀层脱落了 它的底钉的膜一定是会被消耗掉的 即便没有完全消耗掉 也可能所剩无几 但是目前这四个底钉的膜也都是相对完好的 结合它整体五金的状况 我还是要说它的五金其实是被抛光过的 那可能上一届的主人在使用过程中 把它的五金的膜撕掉之后 底钉的膜就留在那里了 使用频率可能也不多 或者使用强度也并不大 所以对它的包型影响就还比较有限 一只包袋如果拿去做五金的话 多半这只包袋也会做一些颜色的处理 比如说边角一磨损的位置 如果有颜色缺失的话 多半是会被补上的 这个包它的边角可能之前本身缺失颜色就不多 或者是后期在做颜色的时候手法比较高超一些 它的边角毛孔都还非常清晰 看上去更多的还是一种原始的呈现 但是如果大家留意像这样的比较锐利的边角 皮革在切割之后 做上边油之后 往往是比较锐利的像这个位置 使用过程中像这样锐利的位置 也会首先被磨圆了 或者是磨掉一些外面的颜色也好 边油也好 那这个地方看得出来变圆了 但是边油又很完好 这是包身的状况了 关于它的附件钥匙锁的这部分 钥匙锁本身是正品没有问题 但是年份和包袋对不上 这个锁的编码是0150 所以它的年份应该是10年的第五批或者第五个月 如果这个包是2010年或者2011年的 其实都是可以和钥匙锁的年份匹配在一起的 因为有可能积压了一些五金 然后用在了新的包袋上面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年份差 从2010年到2014年 不得不让大家想到就是这个锁呢 要么就是后配的 在外面后配的 而不是在庄柜后配的 要么就是拿错了钥匙锁 原来的主人有很多套的爱马仕的钥匙锁 或者很多爱马仕的薄金包凯利包 所以有可能会把它们的五金搭配错误 梳理一下故事线 这只包呢是2014年生产出来 大概在2014年或者2015年的时候 投放到市场的遇到了它的第一位主人 那第一位主人在拿到之后呢 种种原因觉得还是不太适合自己 平时拿的也比较少一些 那还是保存的时候更多 大概在2020年这样的时间啊 因为五金的抛光 好像最近几年才陆续被二摄行业用到的 而且2020年前后 黑银这样的搭配还没有火起来 那这样的一个包来到市场上之后 二摄店拿到了 于是就把它的五金进行了抛光 然后对它的一些不太明显的缺色 进行了补色的处理 这样除了能够卖得更快之外呢 还能卖更高的价格 于是来到了第二任的主人的手上 第二任主人拿到之后 也会觉得这个包好像不是太适合自己 于是两三年的时间也并没有怎么用 近期又来到了市场上 关于它的钥匙锁呢 基本上也是在流通的过程中 不知道哪个环节把它的锁头弄丢了 或者是弄丢了它的钥匙锁的组件 于是又配上了一个 亦或者像我刚才所说的拿错了钥匙锁 这样的钥匙锁一定不是在装柜后配的 听完了这样的故事 现在会不会觉得我像柯南一样 一个包在面前居然能够推测出 它之前的一些经历 不管怎么样把这个包的整体的呈现还是不错的 虽然有过五金的抛光 有过不太显眼的这样的一些护理 它的这些经历在价格上还是有所体现的 相比同等原始橙色在市场上的价格的话 它还是低了不少的 所以黑银薄金三菱大家会考虑吗 黑银放在三菱上 会不会觉得三菱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而且它的空间的确是有30厘米的宽度 另外今天也有机会把这套挂链放在真正能够搭配它颜色的一个包袋上 做了一下尝试 大家在图中或者在视频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的搭配效果 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搭配好看吗 其实就我的感觉搭配效果还是要用全金属的那一套 这样的皮革加链条的 我会觉得用做凯利包的肩带延长链会更适合一些 所以今天的上新就是这样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